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上一集彼得罗峰把他自己给弄挂了 我们现在带着他的头 要去一个像医院的地方 距离有点小远 开车过去走路过去还是很麻烦的 因为路上会出现很多的敌人 车子尽量躲一下这些敌人 因为撞他们车子的血会少的 刚刚那个是躲不开了 稍微慢一点也没关系 现在整个实验场 我只差最后一个12号实验场还没有去 总共有8个实验场 就是一些相当于支线任务一样的 我们在视频的第一集 就有介绍一座漂亮的大桥 上面会走列车 现在我们要开车跨过这座大桥 查尔斯怎么大家都盯着那对戒指 你是说贝塔连接去吗 因为他们理论上不存在 但实际上还有 那没人能证明他们的归宿了 启动大集体也没办法 大集体启动之后就肯定找不着 通过贝塔连接器接入的人 会被直接判定为不存在 但他们能看到大集体的内容 是 一老无虞 彼得罗夫这傻逼还说要追寻真理 去他妈的 他搞出来的液压变异体害死了多少人 他不是遗传学家 也不是专门培育植物的人 估计没料到故障会引发植物变异这种恶果 心里没底就不要下手啊 死了这么多人 特别是那些长着液压头的 被机器人害了一次 还要被我再杀一次 从道德层面来说 彼得罗夫的行为毫无正当理由可言 相信在这一点上 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狗逼彼得罗夫倒是死得痛快 可怜了那些无辜的受害者 我战后没退役 就是为了维护社会和平安定 没想到 请允许我向这场惨剧中失去生命的人 致以沉默的道念 特斯 彼得罗夫说错了 我们没法强迫别人加入大集体对吧 也不完全错 什么叫不完全错 我就是不加入大集体 还能被找上门不成 很简单 你和机器人擦肩而过 他识别出你是人类 但没带思想控制器 与此同时 他还发现自己发出的问题 没有得到精神指令回复 然后所有人都知道 我没加入大集体了 在之后呢 都来找我麻烦 差不多吧 那我可以先带着控制器 和机器人打交道 做该做的事 之后再取下来 这总行了吧 差不多 那大家都这么关心 戒指干什么 不好说 可能是便利程度不同 思想控制器 每次佩戴都要重新配置 而戒指摘戴起来 就方便了 肯定没那么简单 查尔斯 美国为什么对苏联的 民用机器人进行长期制裁 他们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美国政府肯定有想法 轻则担忧 重则怀疑 可以理解 毕竟国家安全也是大事 但他们手里没有确凿证据啊 也没法对苏联直接发难 对吧 正是 彼得罗夫人为制造故障 也是因为这个 没错 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苏联的民用机器人 内置战斗模式 好手段 不过既然美国不知道这事 那又为什么急着制裁 一边是资本家的需求 一边是工人阶级 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 美国政府想靠制裁手段 找到一个中间点 也就是说 美国工人嫌机器人 抢了他们的工作 想让政府颁布禁令 而资本家想把工人 通通扫地出门 免费机器人多多益善 说得很对 美国政府两头都有压力 只能弄个相对温和的制裁手段 在不完全禁用机器人的前提下 设置进口配额 苏联没必要把这个放在心上吧 制不制裁的影响 都是美国人自己啊 这样他们就更没法 摆脱工人阶级了 那感情好啊 反正只要工人阶级能得益 我们就支持 我们是想在美国政府 要地安插苏联机器人 为大集体启动做准备 他们越限制进口和使用 行动效果就越差 所以苏联政府 希望美国境内的民用机器人 越多越好 这样一来激活战斗模式的时候 打胜仗的几率就越高 不得不说 还挺有道理的 好阴险的计划 同志 扎哈罗夫没死 扎哈罗夫还活着 什么 你哪位啊 说什么呢 我是天眼院的助理教授 不过这不重要 扎哈罗夫 他还活着 扎哈罗夫又是哪位 他是谢倩罗夫博士 最亲密的战友 说不定 比谢倩罗夫还聪明 大家都以为 扎哈罗夫 因为几年前的意外死了 但他其实没死 我仔细研究了文档资料 绝大多数 具有革命意义的研究 都有他参与过的痕迹 一看就是他的手柄 我跟他合作过 太了解他的风格了 尖刻的评论 激进的手段 无懈可击的结论 他肯定没死 但问题是 要是他没死 还在继续做研究 那他干嘛要瞒着这事呢 哪来的阴谋论 再说现在谁生谁死 都难界定了 你到底是死 还是活呢 你还在说话 在这个地方呢 会要让我们找到 进入巴普洛夫 综合体的入口 死后七到十分钟 开始自容 接着再过三到五分钟 就会排便 五到六小时以后 出现湿疆 然后 我想想 五年以后 就会完全分解了 恶心 什么 这有什么好恶心的 这就是试试 我说的都是数字 是科学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是科学家 我时时刻刻都要观察 和给自然现象分类 红阵 能记录自己尸体分解情况的死人 你应该没见过几个吧 图什么 你现在什么都记录不下来了 什么 有道理 那你来帮我吧 麻烦你待在我身边别走 全程记录我的尸体分解过程 你肯定能行的 要不了多久 照目前这个情况来看 也就是五百三十五到六百五十天吧 行 我这就去拿笔记本 哎呀 哇靠 你害我集中不了注意力啊 从头再来 我们要找到入口 但是现在呢 还没有提示入口在哪儿 而入口就在这个地方 比较容易被忽略掉 操拭 集中精神 仔细注意切口 好 好 集中精神 糟了 压住伤口 快 组织未能再次吸收聚合物 乃至形成了病理性空腔 它身体里到处都是这样的结节 那么无情的禽兽 把老百姓当成什么 啊 同志 话是这么说 但是不是你们该担心的事 闭嘴干活就死了 大兵 把下一个人带进来 遵命 上校同志 必须让组织吸收聚合物 要是实在不行 能就几个是几个吧 还有 把这地方弄干净 查尔斯 这什么地方 这个综合体是干嘛用的 巴弗洛夫综合体 3826号设施的生物创新技术 都是在这里开发出来的 这地方有各种独门实验 从培育新的家畜品种 到开发新的太空探索技术 无所不包 太空 就是说月球车 其实是在这儿造的 要探索太空 肯定得有宇宙飞船和月球车 但是也不是只有这两样就行了 你想想 人类到了那颗红色星球上以后 怎么办 他们还培育能适应火星的动物 对 不过除了这个以外 苏联恩科学家 还在研究能让人类 在火星上存活的技术 他们要给人装上塞 好让我们能在气体的海洋里游泳 少笑 有气体的那是木星 火星麻烦就麻烦 在气温低 还有致命的飓风 不过你基本上是对的 你们这个物种的能力 还没研究透 反正最新的医学突破 和新的生命维持系统 全都是在这儿弄出来的 没错 天才挤满了综合体 一个个都为了全人类的幸福 绞尽脑汁 现在呢 什么都没了 已经进入了综合体 门口呢 有一个安全屋 调整一下武器装备 弄弄 上下 你要选什么程序 武器 现在神经聚合物有300多个 我们升级升一下 把敌人吸上天啊 是可以吸取一定的能量的 然后可以走了 这个关卡 我将采用打得快的方法 先把这些 像巢穴一样的地方 弄下 把它打掉 这一层清理完了 先往下一层 小杂兵我们暂时间不管 这一层清理的也差不多了 空一下砸一下 性能CD好了 再前往最下面一层 这比较狭小的 不要去理敌人 抽筋距离 忽脸 或者等敌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用念力砸他们 打这种敌人是比较恶心的 就是要把他给垫住 打他的背后 打他前面能打好久 他们给垫住了 我把这个榴弹炮升级为像 鬼雷一样的 他说他不爆炸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 不爆炸 鬼雷无法触发 其他人进来 或者说我们进去 他就会触发 就这样 他就把自己给炸死 我们刚刚砸的时候 上上下下砸了很多 这个东西的密码 我就不演示了 反正你们知道是怎么样的 就可以了 因为他的那个 谜题的谜底 很不明显 就这么快就打完了 如果一个一个的去清那些杂兵 会清很长的时间 我脑子在过 一次性搞定 因为你看到谜题了 你总要先脑子里面 设想一下 这个谜题应该怎么解 这一集我追求的目标 就是打得快 打得爽气一点 不要打一会儿 看会儿录音 打一会儿 看会儿录音 快 是我追求的目标 呼吸代价的球快 稍稍好者 你是专业本事 凭你的经验看 你用机器人 启动了战斗模式以后 真能完成原子执行项目吗 应该没问题 要是美国所有军事基地 总部和发射场 都部署了一大堆机器人 而且没有人想到 他们会攻击 那战斗模式一开 他们就能打美军 个措手不击 3826设施 不就这个下场吗 真是 世界都从二战的意义中走出来 下一场战争就又要来了 哼 也没你想得那么糟 少校同志 什么意思 谢奇诺夫同志 这个政治局 要真想接管美国 甚至是全世界 那他们要它 也不会打拼 可每次打仗 没有平民死伤 这你肯定清楚 只要程序里 没有杀害平民的指令 那机器人就不会攻击平民 查尔斯 这你肯定清楚 我是机器人 你说的也算对吧 我是个手套机器人 怎么 神经聚合物手套不受大集体控制 这对分手套 有的手套听大集体的 有的只听带自己的那个人的话 说回正题 民用机器人要切换到战斗模式 也是听大集体的命令 所以谁制定了大集体的策略 拿钥匙 轻松控制这些机器人 想让他们杀谁就杀谁 当然也拨过平民 为什么要杀平民 他们都是工人阶级啊 比如说 制作一个陷阱控制住敌人 卧槽 难怪他们都想要那对戒指 什么 你看 你可以摘掉思想控制器 跟大集体断联 但是机器人不行 对吧 所以你要是心血来朝自己断联了 你的机器人管家 还是能把你拖回大集体去的 他们想给自己的机器人 戴上戒指 这样机器人就只听他们的话了 没错 调整一下武器装备 也就是存个档 然后继续出发 之前我们的火箭筒 不是弄得像鬼雷一样的吗 对付血腾不是很好对付 我们把它还是设置为常规子弹 还有一个追踪导弹 对付血腾也不是很好 因为追踪导弹 它可能会追踪到 其他的一些敌人 反正不是特别好使 我们还是把爆炸炸弹 给它升级升到满 然后出发 前面的那张地图 等于是跑图跑过来的 就是部分的地图 是可以跑图的 但前提是 你要把一些敌人给控制住 让他不要干扰我们去开门 所以游戏允许跑图 现在的目标 要进入实验室的内部 你把宣伤都抑制住 你就这么走了 叫我说 你都做了什么 我本来是要向您取机 借我受尽白云 我的价值全依托于你 谢谢 还好我们是你 照样的在科学领域奋斗 我还把你最爱的音乐盒 从办公室里抠了出来 藏到保险箱里 然后万一忘了这茬儿 是有正向密码的保险箱 不是反向密码的那个 在这里铺上陷阱 让敌人上不上来 然后开门 开门速度一定要快 只要把这个门打开了 就可以跳过这个场大规模的战斗 这个房间有很多的探头 先把探头干掉 到这边的这个长廊 为它分为两条路 方便于我们避开旋转的近战的敌人 在这边稍作等待 要防止一些机器人 把这两个大家伙给复活 还有一个大家伙 来了 把小的给干掉 好卡住了 没办法 再复活一些杂兵 在地上 他们到底是从哪儿爆出来的 不要着急走 特别是不要着急 外面可以出这种无人机的 出密封的这种出口啊 外面现在已经不会出了 我们可以尝试进去了 这种敌人血很脆 用念力砸一下就可以了 这些小机器人会复活一些机器 咬干人 这样这场战斗就过了 机器人军队乱杀人的变异体 成堆的死人 太操弹了 不管怎么说 设施都脱不了干系 这地方本来就有问题 更别说那个大集体2.0了 就算没有比特罗夫 早晚也要出问题 谢谢你我风那么好一个人 怎么会不是搞成这样 我得赶紧搞完赶紧退休 说不定还能许个老婆 这个还是算了 你脑中的负面情绪活动 在我代码里生成了令人不快 查尔斯滚出我的脑袋 干你的活去 快怎么把这个坐标发给我 要刷了一踏子 上天砸一下 对 嗯 好了,這個場景呢也就過了 還有沒有 沒了 開門 開門啊,有時候也講點運氣 步驟是否足夠少 至此 巴普羅夫這邊的綜合體體的雜兵戰就已經全部結束了 他媽的,什麼東西這麼大 這也要製作神經聚合物內骨骼的實驗 什麼動物的都有 就是為了能讓他們在太陽系外行星的惡劣環境裡生存下去 那骨骼,他們個頭那麼大,會不會攻擊我們 這些標本現在沒有神經聚合物腦組織結構 就是一堆聚合物骨架子而已,想動也動不了 但是也太他媽大了吧 這都準備要弄到低重力行星上 有的放在低重力行星上 其餘打算放在高重力行星上 研究得涵蓋所有場景 他們甚至還在培育能在木星海洋裡生存的生物 就在其中一個大桶裡 我們過來看看諾拉在不在 授權聶恰耶夫上相 代號P3 准許你 進入實驗室 稍微有一個寒 Speed 然後到太大桶裡 真沒想到 維克多在這種時候 竟然成了這個樣子 我們以前跟兄弟一樣 你知道 可惜啊 維克多他犯了太多錯誤 你看現在 多虧謝洛夫博士的英明與才智 我們才有機會 將彼杜洛夫知道的部分信息保留下來 我們等到通話流程完全結束之後 就能把機器人調回之前的狀況 他都已經死了你個變態 你不要再招騰他了 比剛剛裝完沒的時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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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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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梯就在这儿 坐了电梯就可以离开这片设施了 这一集整体的战斗我打得比较快 所以感觉不长 否则默默唧唧不跳过几场战斗啊 你要轻很长时间 我他妈的真不知道 我有证据 你还是把贝特连接器毫了吧 这两个机器人杀手完全只听命于他们心狠手辣的主人一声令下他们就大开杀戒 你是不是 这一抹轻有什么都不拦掉 但只有谢奇弗洛夫有杀战斗 你一回去他肯定会查你的记录 怎么谁都想要这破戒指 人人都想要私家机器人杀手吗 少向你好好想想 问过你 贝塔连接器的都有谁 谢切诺夫和他身边的 双胞胎机器人 谢切诺夫的德力助手 兼马匹金斯托克豪森 一点底细都不清楚的 秘密双面特工 缉纳婆婆 还是说 你想完成彼得罗夫的遗愿 把连接器给菲拉托瓦 到底怎么回事啊 就我一个清醒人了是吗 不管是谁拿到了 贝塔连接器 结果都是死更多的人 所以我们只能彻底销毁戒指 再玩就来不及了 查尔斯现在还不算晚 其他几个人都想要这个戒指 而这个手套让我们毁掉戒指 具体怎么一回事呢 在前往灯塔那边之前 我会先前往这个12号实验场 它主要有一个胖小子的 转轮手枪装填模块 我们一次性可以装填三发弹药 好吧 这一集到此结束 我们就下集再见吧 正在保存数据 主线任务大概也就还剩下一个小时左右了 大家拜拜